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零入军舞》,我是小杜。 自美国成立以来,几乎参加了人类战争史上所有的大规模战争。 即便战争上没有美国大兵,背后一定有美国军火商的影子。 在大型战争中,美国打赢了两场世界大战。 虽然在朝鲜战场上杀鱼而归,但在装备、弹药、食物后勤上,确实有着绝对的优势。 按照麦卡斯的说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其主要特征来说,是一场后勤战。 归根到底,其实美军的强大是由更强大的后勤保障的。 那么美军的后勤有多强大呢? 在当年柏林危机爆发时,西柏林与西欧的全部地面通道被封锁, 仅保留了三个随时会遭到战斗机骚扰的空中通道。 西柏林的220万市民,每天需要4500吨的物资才能生存。 从一片面包到一张纸,到冬天取暖的一颗煤,都必须使用空中运输力量从外界运进去。 在持续了11个月的空运中,美国空军顶着苏军战机的骚扰,平均每天起降飞机599加次。 每一架飞机从落地到卸货,到起飞,最多只有两个小时。 每天空运的总量从2000吨增加到8000吨,最后增加到惊人的每天12000吨。 12000吨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只凭空运,美军在战争中爆发出的运输量比苏军封锁前的西柏林整座城市的地面运输量还要大。 这场著名的柏林空运,因为苛刻的客观条件以及令人称赞的结果,完美地体现了美军后勤的强悍能力。 而经过了二战长时间的积累与发展,到了现代,美军的后勤保障体系,可以说各国军事物流体系中最完善的物流供应链体系。 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个物流体系可以超越美军后勤保障体系。 现代战争中,对后勤物资的消耗是海量的。 以海湾战争为例,在历时42天的海湾战争中,美军地面部队的人均消耗为200多公斤。 全军共消耗各类物资1.7亿万种,3000多万吨,几乎等于苏联红军在四年卫国战争中物资消耗总量的一半。 从消耗的速度来看,海湾战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提高了200倍。 美军一个步兵式的进攻战斗,平均日消耗物资为5200吨,一个航母战斗群日消耗为2万余吨。 此外,每天还需要5-6万人次,为其完成技术和生活保障任务。 美国将军马丁·范·克利维尔德说过, 我经历过的战争欲多,就一家认识到战争是如何完全依赖后勤和运输的。 设想军队调度,可以在地图上发,但是真的实施,需要看后勤部门脸色。 为了保障后勤,美军将财政、技术大幅度向了后勤指挥控制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和精确保障能力等方向倾斜。 这其实也是美军后勤部队的核心保障能力,也是值得我们参考的后勤保障核心目标。 感谢收看本期零度军务,期待你的关注,下期见,拜拜。